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Yao 我們這邊再來把一個時空打掉的就是水時空的extra 一樣 首次通關有五顆魔法石 接下來要合作了嘛 大家趕快挖礦一下齁 看看還有哪裡沒領的 趕快領一領 好 這邊一樣帶大家用最新科技黑金Lilis來通關 那我隊員只有帶一隻 就是競技場的萊昂內爾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附加消除 還有用角色珠來幫Lilis-CD 就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一隻附加角色 附加消除的角色 你都可以帶上齁 那沒關係 但是要記得帶到兩個屬性啦 不然其實會差蠻多 雖然說是蠻久以前的關卡 但是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齁 好 我們就是想到就把Lilis 應該說把那個啦 角色珠抓下來停在Lilis直行 就隨便抓隨便停齁 好 來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25%盾 這邊基本上也不用怕 就是Lilis也不怕燒 那這一關比較麻煩的是 後面有一個數字盾 它是16-25版本的 你最碎就是遇到25顆 不過這邊不用怕啦 Lilis其實已經是不怕數字盾的一隻很強的隊長了 所以不用擔心 就是慢慢把它磨過去而已 好 這邊25%盾就也一樣 抓角色珠停在Lilis直行 哎呦 跳起來 Lilis有跳 就直接把熔魂模式吹下去了 對 我這邊後來是真的比較習慣用熔魂模式啊 對 畢竟回合結束還有一個-CD的效果 真的很香喔 就等於說主動技的那個機動性很高啊 好 來 這邊帶走 這一關其實就是各種拖時間 那個數字盾也是25%盾 超討厭 好 來 這邊開熔魂或共鳴去炸板都可以 看你自己習慣哪一個吼 好 來 這邊開了之後一樣 抓下來 撿CD 好 這邊是進場會幫你瘋化啦 那那個瘋化 絕對會影響你的轉珠視線 轉珠路線吼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直接開那個共鳴模式 直接免疫它的黑白珠吼 啊 一樣你開了之後 可以再繼續抓角色珠來撿CD這樣子 好 這邊對黑白有障礙的人來說 選共鳴模式是比較好的吼 因為這樣就只剩四個角落有黑白珠 剩下都是看得到的 OK 這邊也直接帶走 來 第四關 好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是紅綠燈吼 就注意不要燒到木珠就好了 好 你可以看到都轉少少combo啦 甚至說 沒有消到六種符石 都沒關係吼 好 接著這個冰封 這個冰封是先攻當前99啦 所以你不管剩多少 它先攻過來都不會死掉 好 它消到一組十顆才有回血吼 如果你在共鳴模式就沒差 龍魂要注意這一點 好 來 二血這邊會給你附一個負面buff 我們就直接把它消掉吼 因為它這個是消水減攻99% 一直持續在左上角 還蠻討厭的吼 好 這邊的話我們先用一個還原 把他炸一炸 這隻是越戰越強啦 避免你自己沒有把他打死啦 所以我們就稍微炸一下吼 OK 你要兩隻一起炸 把他送上西天也可以 來 小怪 好 再來是第七關 對 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是手殺 欸 你打掉右邊 左邊會生氣吼 阿也不知道他在氣什麼 反正生氣一樣把他打掉就對了吼 好 現在他生氣了 看起來非常火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再去把剩下這一隻打掉 OK 帶走 來 接著 第八關吼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就... 對 維基百科寫的還蠻可愛的 維基百科直接寫根性 對 他就是剩一滴血會復活變強啦 就這樣子 欸 阿你如果直接用炸的應該是可以炸過去才對 但是我這邊還是用轉的 就直接把他那個炸掉應該就可以不用再多浪費一回合 而且甚至炸的那一回合也不算一個回合吼 好 來 這邊帶走 好 第九關 好 來 第九關這邊的話 九康 阿這邊有轉珠減秒 不過沒關係 隊長技就有閉眼轉珠秒數了 好 再來二血是需要小注意的地方吼 這邊點燃盾加三屬強化線 你沒有點燃傷害剩10% 他的血大概5億多 所以你至少要送50億出去吼 好 我們這邊一樣抓莉莉絲角色珠 欸 我這邊是抓莉莉絲喔 注意喔 好 我要讓莉莉絲去多打一下吼 這邊你如果轉完怕傷害不夠的話 一定要把龍科開下去 好 來 這邊就是 對 稍微疊一下就好了 喔 我連暗都沒有疊到 阿 不過沒關係 傷害還是足夠帶走他吼 好 這隻越戰越強 所以一定要注意吼 好 來 這邊問號助我們開個龍魂吼 好 一樣就開始轉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十一關 好 十一關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數字盾吼 這邊就自己慢慢去把它轉掉就好了 喔 你轉隊 就可以造成25%的傷害 這邊也是浪費生命吼 阿 但是就是慢慢把它打掉就好了 既然他都出了 你也只能打吼 好 來 十九顆 喔 這邊有遇到一個比較討厭的24顆啦 欸 如果真的比我還衰小你遇到25顆 那就 難無阿彌陀佛 還是把它轉到啦 好不好 阿 沒轉到他下一回合數字就會變了 所以還是有解 好不好 沒轉到不會死 然後他的那個下一回合數字又會變 好 來 十九 喔 OK 好 二十四 對 我遇到的是二十四吼 這個超麻煩的數字啦 好 二十四就 理解成那個啦 手消指令八康 阿一組都三顆這樣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十二關 好 來 十二關這邊的話就不要去手消道光珠就好了 好 這邊有再補一個龍魂模式下去 你可補可不補啦 那個沒差 我補下去只是因為版面上光珠有點太多 懶得疊齁 好 來 二血這邊石化你就直接把它開還原下去 或者你要用共鳴模式移除珠子 也可以啦 好 來 這邊一樣A過去 沒問題 來 第十三關 第十三關喔 來 十三關這邊手消指令七一樣 我們可以直接無視過去 好 阿這邊就是直接 轉個一兩康 有無視掉就好了 OK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十四關喔 來 十四關這邊的話就 送分啦 七回合會讓你的木攻擊歸零 可是我們這邊也沒有木喔 來 十五關 好 十五關這邊是水弓盾 手消指令六康 你如果六康也懶得轉 你就跟我一樣 二技開下去 直接把它炸死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是星拼圖盾喔 好 這邊就一樣把星拼進去就可以了 火珠是禁銷啦 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你就一樣把星拼進去就好 阿如果你沒有星 你這邊要再開個龍科武士 也OK喔 但如果你剛剛越戰越強那邊有把龍科開掉的話 這邊我是不建議啦 反正那也打不死你 來 接著十六關 十六關這邊的話就是手消指令COMBO了 轉的時候才會顯示 好 我這邊不小心轉到 武康 稍早直播好像有說一失誤就會想重入 可是算了 反正 哈哈 這個不影響啦 不影響劇本 就把它轉對就好了 OK 這邊武康 好 來 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十七關 十七關這邊中毒 阿 沒影響 就一樣把它帶走就好了 你不要不要毒到 跟打到 毒到 打到不要同時就好了 好 這邊也是帶走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吼 王一是所謂的浪費生命盾 你要疊十個水印記 好啦 這個是好一點啦 比較早期 進關還會先給你水印記 現在要你疊這種 進關還先不給你印記了 超討厭 好 阿 這邊盡量多消一點 為什麼要多消一點 我們要消到一組十顆 你可以看到他打過來 因為我們只有帶三卡的關係 他打過來是會骷髏頭的 所以要補血喔 那要補血就是要消多一點 讓他天降有辦法一組消十顆 不然就是你自己要去消一組十顆 就這樣子 主要就是回血 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對 我剛才真的有點危險 差點沒有回到 有沒有 十顆 多消 記得多消 要不然你就是要把自己變成共鳴模式啦 不要讓回復歸零 好 來 這一回合有累積到十個印記了 好 阿 這邊的話就直接再去疊水珠 把他帶走就好了 好 阿 等一下二血吼 是那個 水珠會化血 化血大家還記得什麼意思嗎 反正就是鎖定的一種啦 然後水珠同時是不能消的 那我們就把龍科之力的演算開下去 他就會變成 強化珠 那這樣就解掉化血了 阿 我們就直接去轉 因為化血你沒有消掉的話 就沒有辦法對敵人造成傷害 阿 這邊是已經可以正常造成傷害的 好啦 以上就是Lilys 通關這一個水的時空extra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噗 好 阿 這邊 敵を全員探訪しました 電腦終了 谢谢观看